大部分都是由建制背景的候選人拿到的議席 然後用我們給你麥克風發問 左手邊這位能記者 第一就是正如我也多次強調 特區政府對於每一場選舉都沒有一個投票率的目標 因為這個是選民自決究竟他願不願意出來投票 而每一位選民要考慮的因素我相信都很多 即是考慮當時的氣氛是怎樣 考慮他要投票可以選擇的候選人的質素 以至到甚至當日整體的社會天氣的情況 所以這次的投票率沒錯是百分之三十點二 純粹從投票率來說是比往時低一些 但是一百三十五萬的登記選民出來投票 這個不可以說不是一場很重要的選舉 還有是獲得很多市民支持的選舉 香港選民用實際行動回擊了有關對新選舉制度 受挫折的折黑和詆毀 分區直接選舉投票率 交網卷有所降低 有多重原因 既有疫情的影響 也有反中亂港分子和外部勢力的干擾和破壞 這也恰恰證明 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真的沒有我感受不到 你問有什麼發展 發展 我想只會 我覺得會越來越多貪污 是的 越來越多那些舞弊 或者是那些 那些 那些 大白杖工程 那些 是的 不停地在那裡吃錢 沒有什麼改變 我只是投我自己認識那個 慣常那個就差不多 是的 大家都在幾十年 這次選到 差不多比較清一色 都是建制派 都不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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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反對的聲音 是不是 就算你有少少反對的聲音 對政府 對中央都會有個 色錄想知道香港人怎麼樣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什麼色錄 對面 那些反對的聲音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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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